嗨,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关联式模型的概念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案例吧 那我现在呢,想要在Ryno中建立三个点 那如果我们要建立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到Vector 这个大的标签底下呢,我们选择这个Construct Point 我们要建构一个点,好,我们把它按住,然后拖拉下来 它在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如果要建立点的话,就需要它的XYZ的坐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的输入端就分别有三个值 分别是XY跟Z 那我们第一个点呢,我们可以先给它一个 0小于5小于20 给它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呢,我们把它送到X里面 Y的话,我这边先维持它预设的是0 Z预设的也是0 那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一个点了 好,那呢,我一样再拖拉一个Construct Point下来 我们总共要创建三个点,对吧 我再复制一个 按住,按住Alt键 好,然后呢,我在第二个点这边呢 我的X给0小于20小于50 给它一个20,然后最小值跟最大值分别是0跟50 好,Y的话一样也是这个值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Slider按住之后,按住Alt键 复制 好,这样就建好第二个点了 那第三个点呢,我们一样把这两个创建好的Slider 我们把它往下,然后复制过来 也一样给X跟Y 那呢,我们现在这个值因为跟刚刚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它会全部在一起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分别创建好这三个点了 那接着呢,我现在想要在这边画一个三角形 比如这三个点 如果要画线的话呢,我们到C底下 我们这边选Line Line的话就是画直线 在这个位置 那画线的话呢,就会需要起点跟终点 那我们连的时候等一下要注意起点跟终点的顺序 好吗 我现在要画这一条线 起点的话是这个点 终点是这个点 所以呢,我直接把这个点送进A 这个点送进B 这样就画好一条线了 好,那我一样直接再复制这一个Line 往下拖移,然后按住Alt键 好,那我现在想要画这一条线 这条线的话呢 它的起点是这个点 第二个点跟第三个点是终点 好,那一样呢 把这两个点这样送进来 好,这样就画好了 那最后一条线呢 是变成说这个点是起点 这个点是终点 好,所以这个点是起点 这个点是终点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是好三条线 它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 我现在想要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分别画内切圆跟外切圆 那如果要画圆的话 它一样是跟线有关的 所以它一样是在这个Curve的标签底下 那我们选择这个Circle 3 Point 点选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是 把他选出来 分别呢是在这个位置 Circle 3 Point 还有这个位置 InCircle 那可以看到他分别呢 都是要给三个参数 都是三个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三个点都分别送进去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我们就画好了外切圆了 那接下来画内切圆 一样把这三个点送进来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绘制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拖拉我们前面这边点的这个桌标 你会看到这个圆跟刚刚画的这个三角形 它是直接联动的 它会跟着改变 那这个其实就是关联式模型的概念 你不需要说要把东西删掉然后还要再重建 这也是我们用参数化建模很大的一个优点跟优势 那现在教大家去做物件显示的一个隐藏 我现在只想显示线 我并不想显示这些点 那要怎么做 我先把这些点先选起来 我点了一个之后按住shift的键 再选 再选 好,都选好要隐藏的物件之后呢 我们按住滑鼠中间 上一个案例有交这边是做blue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 右边这边呢有一个preview的状态 也就是显示的状态 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它切成disable 这个是把眼睛蒙起来的 所以就会看不到 好,我们把它点下去 这样子的话就停止显示这些点了 但它实际上还是有在运作咯 只是它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你看它刚刚这个电池的颜色 从原先的这个浅灰色变成了深灰色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呢教大家建立了这种关联式的模型 它的资料、数据、模型、资讯等等都是彼此环环相扣的 那我们也建立了点 利用这个construct point 还有画线 以及圆的建立 那也教大家怎么样用滑鼠中间 针对几何去做显示跟隐藏 那这是今天的课程 那这是今天的课程 每次的课程 中文字幕論